今天我们来参加截图山海新能源系列及山海L9的上市发布会 下面跟随着镜头去现场看一下 截图山海新能源系列发布以及山海L9正式上市 是截图全面新能源转型的征程起点 也是旅行家战略的延续 现场厂商领导豪言 未来混动越野还得看截图 截图力争做全球第一混动越野 而且厂家领导还宣称 未来截图将在两年内基于硬派越野混动为主 打造8款全新混动产品 来助力截图年销百万的目标 截图这个品牌虽然成立时间不长 但是它的销量却相当出色 今年的1到10月份 它的销量已经超过了23万台 预计在今年的年底 它的销量将突破30万台 那么截图为什么敢说 争作全球第一混动越野呢 首先依托其瑞集团的火星架构 打造了昆仑越野平台 双矢量电机IP68的防水能力 以及2.07的混动双向发动机 还有其锐超能混动CDM的加持 令其拥有不俗的混动越野能力 此次发布会除了山海L9 还带来了其他两款具代表性的车型 分别是山海TL和山海L6 相信不久也会正式上市 最后来说一下发布会的主角山海L9 山海L9定位大家庭大骑座超混SUV 车长超过4米8 轴距2米85 至于颜值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我个人感觉挺符合家庭用车的标准 不能说有多出色 但是也不难看 讲究中庸之道 当然外观最大亮点 我个人觉得是在于它的高位刹车灯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灯带 而是拥有截图字样 这个还是挺新鲜的 内饰方面 个人感觉山海L9内饰设计还是不错的 其实截图一直在用料方面挺下本钱的 据厂家介绍 座椅增添了33%的软海面厚度 就是为了增加乘客的乘坐舒适度 此外 水晶换挡杆更加的有质感 也令内饰更豪华 在车机系统方面 山海L9搭载了TRAWO S智能驾驶座舱 采用了高通8155芯片 令其车机反应更快 说重点山海L9搭载了奇瑞昆蓬超能混动CDM技术 搭载了拥有44.5%热效率的1.5T混动专用发动机 加2DHT混动专用变速箱 以及P2加P3双电机驱动架构 百公里亏电油耗仅为5.3升 综合续航里程能够达到1100公里 这个表现还是十分亮眼的 至于安全方面 我们就没有必要过多介绍了 毕竟奇瑞在安全方面 从来不做选择题 就这么一款优秀的车 厂商指导价仅为16.69万 到18.89万元 OK 山海L9的价格已经出来了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你喜欢吗 可以在我们评论区进行留言 先知道这里的车效应 我们在讨论区进行 Ав